阿姨 你跟阿姨大聲說什麼東西啊 對啊 你有大聲講話 如果有這種狀況的話 就是吃她 就是平常吃她那個慢性的藥物這樣子 那如果說今天可能一吃瓶子 都不狀況需要醬料的話 難怪才能回去幫她更改藥物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可能在安排隔天的時間 再來幫忙送藥 阿姨 阿姨還要嫁人搬嫁妝再給你好不好 阿姨是一個小叮噹嘛 是我的 給我買人生素的音響 等到阿姨嫁人買嫁妝再送給你好不好 其實對她來說 就不會每天都在家裡 那她的刺激就會比較多 所以呢她的那個 她就相當跟人家互動 就是對她的一個 OK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